位于民间乡田载村的三十八心灵剧场 环境优美舒适 片质油加利树 民间产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谢明景表示 选择此地召开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 即新春团伴 用意是借此带动更多人来民间景点参观 推动地方小旅行 促进产业观光发展 我们三十八心灵剧场 也是一个民间蛮好的一个据点 一整片的油加利树叶 那也值得外地的消费者来这边走一走 那今天在这边办一个我们的会员大会活动的 整年度的报告 以外还有我们的新春团伴的活动 那现场也来了很多的长官来宾 那希望借此能一起来推动 民间的地方性的观光的一个据点 以及打造我们民间的整体的小旅行的观光 三十八心灵剧场是民间有名的休闲农场 远眺蓝色的蓄水池 心灵无限宽广 县议员林毅如肯定发展协会聚集许多年轻的茶产业第二代 互为联盟 对未来产业有极大发展 南投县以农立县 那么产业可以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基 尤其民间像是我们全国的茶产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产区 那么看到说长期致力于产业发展以外 这几年也藉由我们所有的协会在共同努力之下 从观光面结合的来发展 那么尤其我们协会当中相当特别的是 我们的会员都相当的年轻 也是我们茶的第二代 那么对于茶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了解 对于产业是站在第一线在做这个生根的工作 那么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会员 我们能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做结合 对于我们未来产业观光的发展 可以说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未来 民间产业观光发展协会 安排在知名的景点举行新春团伴 并邀集各地产业协会互为联盟 县议员吴其南 林毅如都肯定协会的用心 借此打造民间观光轻旅行 也串联各地的产业 发挥最大的观光产能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